今天怎么想想买羊蹄的 你不是腿不好买 人家都说吃啥补啥 买点给你补 那你应该买点牛肉补 两步的才到位 讲的一有道理好 下次给你安排吧 这个味道老板 是你的脚趾还要走 这么严重啊 这味道这么大 差不多 天气越来越冷了 老妈又在这里给他狗窝 夹衣服来 妈今天烧羊蹄吃好不好 用你买的 今天不是我买的 是你家一份买的 这两天天冷 吃羊蹄子不很好吗 不过我还买了一盏大骨头 放在一起烧的 你晚上除了骨头没有别的 羊蹄大骨头一起焯水 大骨羊蹄一锅 你有没有吃过啊 没有 今天就让你敞当见 妈 老大吃饭了 妈 你看 这不光光是大骨 还有不少肉呢 大熟骨头明明不剁肉了 是大铜骨 什么肉定力剁 看这羊蹄少女 都脱骨了 嗯 上下不少肉了 妈 这个也适合你吃 椒盐蛋白 丰富 好 看这个手 粘角角的 都要拿四了 你看你的手手手的 多吃点好的 还好 就讲祖传的自爪的时候 嗯 改天来个八四级爪 该怎么 给一个有肉的 小峰倒这块就要打骨了 就两肯了才有味 嗯 差不多 有味 妈 这块骨头上面揉剁 吃这个 好 吃这块大骨头 老三 这羊蹄一顿大骨也吃了 感觉怎么样 嗯 妈的就老花 不烙 所以是不烙 是不烙 哈哈哈 不烙就好 嗯 吃不烙 那今天视频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